打赤膊挥舞双臂 至乡师傅们抓起大把沾水的竹签 放入香粉中来回搓碾 均匀裹上香 汗湿的肌肤和面容 也通通被空中飞舞的香粉给沾上 传统农历新年 民众习惯的庙里拜拜祈福 这个时间也是福建永春 近300家炙香工厂 一年中最忙的旺季 有超过3万名工人 正在这里日以期夜的赶工 因为我们现在还是以生产 就是礼佛香比较多 然后这些的话需求量就是非常大 因为我们现在早期的话 是做中国市场 现在又在一些做一些 东南亚这些市场 在东南亚销售的面香 每三只里面就有一只产自永春 对欧洲的出口量也年年上涨 福建永春达谱 中国乡都的美名越来越响亮 年产值逼近台币320亿元 而永春的志乡历史 还要追溯到宋元时期 当时阿拉伯人的后裔 跨海来到福建沿海 带来的各式香料 中西文明交汇碰撞出了香烟鸟鸟 永春灭香的特色 是以细小的竹灭为谷 再将香粉附着在灭谷之上 晾晒成香 在过去几百年间 都依循传统的志乡酒市 沾 搓 敬 斩 轮 切 晾 染 晒 心智而成 第一片是用你 那边的味道 水就有温 十五个温 卡都有温 到那里面 附近我们的蝴蝶鸟鸟 就起来 就切 断了切 切到头里面这么索 在面上 再温 再温 如果我 快喝 然后到鸟鸟鸟看我 虽然现在部分工厂 为了因应越来越大的需求量 已经精简工序 用机器替代部分人工 但为了确保永春香的品质 染香和晒香的工作 还是坚持靠手工完成 永春面香的传统晒法 叫做剁香花 是麵香師傅們的基本功 先將麵香扎成一束 再用雙手立於地面 然後快速朝一側轉開 一朵朵麵香花盛開 蒸起豆豔 我做了一朵朵朵 我中間要等一台開 開一朵 燉油的反應是哪歲的 你知道嗎 我們燉燉油的 很像土豆的 這個肉在土豆 用你形態 通常有火爐 燉燉起來 很快 在密集排列的香檯上 五顏六色的麵香 一字排開亮曬 從空中俯瞰 一片片五彩香甜 就像是油花一樣鮮豔 成為永春年節 最特殊的一道風景 有紅的 黃的 雨的 拉的 還有水的 有五彩的 農曆春節生意紅火的 還有山東舉縣 這裡傳統的過門間 或是民間俗稱的過門前 早從半年前 就開始不斷有民眾下單訂購 部分城市甚至在過年前 就已經賣到缺貨 以外的客戶 一把就在烏衣 過油的地方 一直到這個家 比起傳統手刷染色一刀一刀 慢慢剪裁 今年局限過門間引進機器製造 加上燙金等工藝改良 銷路更廣 當地的大柏林村 200戶人家 有150戶都會利用東閒石 做過門間貼補家用 出現客廳及工廠的熱鬧景象 但人常常供不應求 幾乎每年都得增加生產規模 從這個文明年 把它在機械的改造 開始翻譯金面 過門間 從宋代流傳至今 歷史悠久 做法也很講究 不只規定 每門每窗 只貼單數 每種顏色也只能各貼一張 它是有秩序的 一般我們是按頭紅 五 二綠 三黃 四眉 五藍 這個順序來貼 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是按照 就是說頭紅 二綠 三黃 四眉 五紫 第五種是紫色 寓意也就是說 五紫登科的意思 帶著美好的祝福寓意 五彩過門間 在門櫚上飄揚 喜氣洋洋 散發濃濃年味 五角色 四眉